我们沈阳是东北地区的重要的工业基地 随着城市的区块的调整 沈阳是往西面发展 在过去的十年 华人之地在沈阳为两万个家庭提供了住房 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华人它的每一个项目 都是和我们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运 在商业领域 我们打造了像万象城 万象会 这样的大型现代化的商业服务平台 成为这个城市的商业标志 它的每一个项目的落地 都带动了这个地区的进一步的发展 这几年是发展很快 变化很大 但是真正好的项目不多 就它做出来的志愿 从开始规划设计建设都是很高品位的 很精致的 华人品牌的核心价值就是高品质 高品质的产品和高品质的服务 这种工匠精神提升了城市的品位 24层是华人在全国范围内一个标杆的品牌项目 它只是一个上规模的一个大项目 这个项目位于铁锡的一个核心片区 它紧邻着张氏地铁站和一个信坛中学 舒服并不代表着华丽 而是安全、自由、简单 能够放松地找回自己 回到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24层始终是以人为本的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过程中 和华人的团队紧密围绕着绿色书居的主题 去打造这样一个宏大的一个社区 绿色书居它是一个大概念 那么我们是可以比较有系统地通过设计 把这个比较大规模的这个绿量的注入到这个小区 无形间它就变成了一个住宅公园 舒服的居住升华到诗意的契机 那就是一个设计的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 从一个城市喧闹的一面 过渡到一双重门这样的一个空间 然后再步入到我们的24层里面 这个也是比较符合一个城市发展过程当中 比较重要的一个元素 城中城这样的一个概念 沿着这个主要的街道 创造了一个600米长的 所有设施一应俱全的这么一条商业街道 我们也把一些水井 一些比较好雕塑 都融入到了这个住宅景观里面来 它有一定这个礼仪感 现代建筑设计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就是自由的平面布置 我们24层的户型设计里边 会创造一种非常自由开放的空间格局 人活在里边是有一种自由的灵魂 是没有被禁锢的 华人非常关心这个城市的文脉 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 这个老时光的这个荣耀 那么把这个场所变得是一个新的希望 和老的时代的荣光交汇的场所 我们要把这城市的变迁 融到我们的设计里边去 体现一种我们传统的这种工匠的精神 华人只要是对这个品质有贡献的话 往往都会把它做足 第一个是它的一个高标准 第二个是追求极致的一个精神 工匠精神 匠心营造 这不仅仅是一个产品 它更应该是属于这个城市的一个经典的一个项目 好用的功能 良好的物理条件 自由开放的格局 安全 私密的居住体验 在24层的这个设计里边都有体现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蛮好的房子 华人一直是非常有责任性 在用心地为客服创造价值 华人将会再次改变铁锡 华人改变区域的环境 方方面面都使我们的社会 使我们的经济 使我们的城市 使我们的人民 享受到新的内容 十年前 华人在铁锡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十年后 因为24层 我们与铁锡再次相遇 华人对社会的责任 是大于我们的商业利益的 一定要做到兑现的 比承诺的还要多 我是对华人充满信心 我也希望24层这个项目 和我们沈阳市的发展 同步前进 华人从来不会令你失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